这话题来关心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成功递台湾采购到了500万剂BNT疫苗 连带政治身价也水涨船高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前更刻意找来差一点要跟郭董搭配选总统的黄建廷 担任党命书长引发了外界联想 现在更传出了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前往云林拜会蓝营地方大老时 语出惊人的表示 2024郭科配已经谈妥 但面对这样的传言蔡碧如今天亲自出面博取 十卷拼图大合照 四县市首长线上同框拼出十卷拼图四字 共推北北极桃眷村文化节 新北市长侯友宜桃院市长郑文灿和台北市长柯文哲 刚好就是蓝绿白2024总统大选热门战将 要不要和郭台铭搭档选总统 柯P没回应但平面媒体却爆料 民众党内明星立委蔡碧如 拜会蓝营云林县地方派席大老时 语出惊人表示 两人已经谈妥 2024郭科配选总统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 他是我老板 再怎么样我也是会讲柯跟谁配 柯郭配这一点我倒是还蛮期待 如果他有一个很强的游走到世界去买疫苗 这样子的一个搭档 我觉得这个也是能够让台湾走出去 红海装败人郭台铭出手 成功采购500万剂BNT疫苗 让郭董政治身价水涨船高 除了白色力量伸出感染汁 我找不到副手所以不选 我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黄建廷 我们一起跳火坑也好 新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刻意找来插点和郭董搭档选总统的 前台东县长黄建廷担任党秘书长 政治用心不言而喻 我们都是中华民国派 国民党当然希望理念相近的朋友越多越好 郭泰铭人人含嗆 蓝白鸭子滑水 弄作平平 但郭董动向依旧不明 接着我们讲高子瑶台湾报道